大家好,欢迎收看梦梦说电影,我是梦梦 今天梦梦给大家带来一部 千万不要和梦说人开玩笑 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不作就不会死得惊悚电影 致命玩笑 作死男是一名大学生 放假了他买了张机票 准备回家避暑去了 晚上在和从小就是邻居 一直暗恋着的女神包电话周时 得知他失恋了 作死男立刻退了机票 租了辆二手车 奔向女神的学校 除了接女神外 作死男还要去监狱 顺度接走因249驾入狱 今天刚好行马的哥哥 为了打发公路上的无聊时间 他哥买了个无线对讲机 安在了车上 可以和对讲机范围内的人 聊聊天啥的 鉴于男主他哥那么事 下面就叫他事哥吧 事哥要是能安分手紧 那就不叫事哥了 他在和一卡车司机吹牛逼时 让作死男模仿女人的声音 撩一撩卡车司机 几句露骨的情话 便把人卡车司机撩得浴火纷身的 就在两个人聊得正嗨的时候 估计是车辆距离 超出了对讲机的范围 对讲机突然的没信号了 晚上哥俩找着旅馆歇脚 此时对讲机再次响起了 卡车司机的声音 事哥怂恿弟弟勾引卡车司机 去旅馆的隔壁房间 一起聊聊人生和理想吗 结果第二天 他俩得知隔壁房间的大叔 下巴被硬撑撞的给扯开了 才意识到这玩笑开大了 哥俩带着不安开车走了 就在此时对讲机又响了起来 事哥那毕竟是通过耗子的人 那是见过世面的 不但承认了就是耍你的 听到对方要求道歉 语气还更加强硬了 反正你又不晓得我是谁 然而卡车司机早就在他们后面了 哥俩猛踩油门赶紧跑呀 无奈老司机还是老司机啊 卡车一个撞机 就把他们的小坡二手车 得撞得要散架 事哥一看这苗头再不道歉 估计要见上帝了 于是赶紧服务 卡车司机这才饶了他们一命 开走了 经过这么一遭 哥俩也不敢惹事了 修好车扔掉对讲机 接了女生赶紧回家吧 有美女相伴的旅程 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晚上事哥也垂涎于女生的神言 跑去女生房间 想看夜光剧本来着 这前夕还没进 那边作死男 接到卡车司机的电话 谁说没有妹子的呀 我可是看到一个金发妹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啊 吓得作死男赶紧跑去女生的房间 也没细想自己头上的绿绿草原 逃命要紧啊 就在三个人没命的开车狂飙时 路上的指路牌上 写着让他们看看后备箱 打开后备箱的哥俩真的要吓尿了 里面躺着的正是他们扔掉的对讲机 对讲机里再次传来了卡车司机的声音 告诉他们女神的舍友在我手里 想救他的话 休息站见吧 为了救舍友 哥俩只能按照卡车司机的要求 在休息站脱光了买个汉堡吃吃吧 容梦梦沙沙沙掉在屏幕上的口水 继续结束 接着卡车司机有了进一步的指示 让他们去玉米地里等着 三个人刚下车 卡车司机开着卡车就冲了进来 车追人这是一场好戏啊 就在哥俩有一逃出魔爪时 发现女神不知道啥时候被卡车司机给掳走 想要救她的话就来指定的旅馆吧 此时的女神已经被卡车司机固定在旅馆房间的椅子上 面对女神的是一把枪 只要有人开门 便会触发机关直接射杀女神 结果哥俩赶到房间后却啥都没有 正懵逼的时候卡车司机来电话了 哥俩仔细一听 发现这声音就是从隔壁传来的 可见挑一个隔音好的旅馆什么时候都很重要 祖死男让哥哥偷偷的去隔壁房间 而自己站在电话这转移卡车司机 可是当事儿哥来到隔壁房间后窗时 被卡车司机发现了 祖死男赶到时他哥已经被挂到了栅栏上 而卡车司机正开着卡车迎面向他们开去 还好警察及时赶到 开枪打死了卡车司机 女神也救了出来 就在三个人以为可以愉快的回家时 对讲机又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电影的结尾给了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 默默也不想知道那个对讲机对面是谁了 有没有死了 话不要乱讲可见说话是一门艺术 让人笑的那是叫玩笑 过度的玩笑只会带来别人的报复 所以还不赶紧嘴上把关 好了这就是本期默默说的演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 爱你们